大家可以趁這個時間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丁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視頻 歡迎去我的Facebook和IG 去找我和按個Like支持一下我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素食屋 我是Vianne 我今天想分享一個非常簡單又健康的炒河粉 為什麼我會健康的呢 其實它是有零的炭水化學物的 那究竟這是什麼河粉呢 不如看看我怎樣做吧 首先將西蘭花放在水裡面 然後放些鹽 這樣西蘭花會洗得比較乾淨的 現在我們可以將芽菜仔的根部撕走 在這裏就需要一點點耐性了 我們將炸豆腐切條 因為我不吃蔥蒜 所以我放些菠菜 這樣炒麵的顏色會比較豐富的 我們切些紅椒粒 我們切些紅椒粒 現在預備焗一些花生 大約預熱180度20-30分鐘 這些是油機的九層塔 比平時的九層塔更加香 那多少就視乎自己的喜好 這包就是我們的主角 假河粉 打開來看看 其實是舉藥做的河粉 我們先將裡面的水倒出來 那舉藥水是有腥味的 是正常的味道 我會用水沖洗它 我們預熱一鍋水 然後放入我們的舉藥麵 大約煮它一至兩分鐘 那趁這一分鐘的時間 因為我不吃蒜 所以就會切兩三片的薑 現在就放些油在鍋裡了 然後將我們的炸豆腐再煎一下 之後我們再煎一鍋水 然後就放入我們的西蘭花了 記得浸好鹽水之後 我們要將西蘭花用水過了先的 現在準備炒我們的假麵 預熱了油之後就放薑 如果不喜歡薑也可以不用放的 加入紅椒粒 然後就放入我們的舉藥麵 其實這個麵也很容易做的 舉藥麵炒久了也不會變軟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開始就放麵進去 現在放些菠菜 放一湯匙的醬油 兩湯匙的素蠔油 炒一炒它 加入豆腐條 然後先將花生醬和鹽混合水攪拌 攪拌均勻 加入適量的鹽 九層塔 九層塔 芽菜仔 西蘭花 再炒一炒它 如果覺得不夠味 就可以再加一湯匙的素蠔油或者鹽 現在加入剩下的菠菜徑和紅椒粒 可以加入一茶匙的素蠔油也可以 我們將焗好的花生拿出來 然後放入密實袋裡面 用取打碎 它86層 超往蒜 把夢幼的紅椒 加入适量 再灑上花生碎 放一点辣椒酱 你也可以炒面时加入辣椒酱 放一点辣椒酱 做好了我们开饭 希望大家今天喜欢我分享的素食艺炒河粉 这个炒河粉有少少是泰式的味道 非常香口也非常弹硬 因为这个粉是用了蒟蒻的蒟蒻 所以很弹硬 所以如果你一早放在盘子里煎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它不会很软的 记住如果你吃蒟蒻面或任何蒟蒻的食物的话 一定要多喝点水 今天的分享是非常之简单 其实你喜欢放些什么 不同的配菜进去炒 什么醬汁都可以的 蒟蒻面我建议大家 都是像我这样 大约煮一分钟 用滚水煮一分钟左右 因为它会拍摄那些腥味 我觉得这样就更加清爽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like和按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的 如果你做过不同的素食炒面 或者炒河粉的 或者你想我煮不同的炒面炒河粉 或者特别某一些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希望大家今天喜欢我的分享 不如我们下个视频见 Let's Begin Bye Bye